接下来一起来看看翻报的重点新闻 翻报时间 俄外贸银展开人民币存款业务 年利率最高8% 至于环球网引述俄新社报道 俄罗斯对外经贸银行发布消息指出 该银行自即日起展开人民币存款业务 最高年利率为8% 俄罗斯外贸银行还表示 新业务将成为外汇存款最有利的选项 实际上在俄罗斯卢布对美元和欧元汇率下跌背景下 很多客户开始对使用其他外汇存款感兴趣 人民币则成为可使用的最有前景分配资金选项之一 首次突破1兆人民币 大陆仍是全球最大半导体市场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发布统计资料显示 大陆国内机体电路产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开市 2021年大陆机体电路产业销售额首次突破1兆人民币 仍是全球最大半导体市场 此外根据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统计 2021年全球半导体销量达到了5559亿美元 年增长26.2% 中国仍然是最大的半导体市场 2021年的销售总额为1925亿美元 年增长27.1% 国泰航空去年业绩出炉 载客量仅一前约2% 香港国泰航空近日公布2021年全年业绩 集团实现收益455.87亿港币 同比下降2.9% 股东应占亏损55.27亿元 按年大幅收窄74.5% 不派股息 国泰航空公司主席贺以理预估 客机可载客量将维持一前水平约2% 货机可载货量也可能降至一前水平的三分之一以下 中天中望 这里报道